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挑战一块美国技师维修过的硬盘 其实这名网友是在去年的时候联系过我的 他说现在在美国,然后这块硬盘坏了 在当地找了一名美国的技师尝试恢复了一下 但是没有搞好 所以我就变成了这名美国技师的接盘侠 不瞒大家说我在油管上已经有20k的粉丝了 所以有时候会接到全球各地的订单 这也并不奇怪 去年这一块盘第一次邮寄给我的时候 因为报关手续没有写对 所以被退了回去 这一次是直接人又带回的 另外他还给我带来了一块一模样的好盘作为料板 他希望我在三月份之前给他处理好 二修的盘自带料板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 咱们先上电看一下这个电流是怎样的 电流还是可以跑上来一点的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这一个好盘 硬盘这一边我已经给他拆出来了 这是一个美光的大SQLC颗粒 搭配了一个2259XT的主控方案 这一个主控在PC3000上是可以直接支持的 另外我也看了一下 他旁边这一个短接口 好像有一点磨损 证明美国技师那边确实有插进去检查过的 但是硬盘现在过了一年而且还是QLC的颗粒 能不能读到里面的数据也是一个未知数 咱们还是按照惯例先上机检测一遍吧 非常奇怪啊 这个盘他短接是进不了这个Loon模式的 但是这名网友他之前跟我讲 电脑是会出现一个未出始化状态的 目前也不知道这是他的原始故障 还是在运输过程中新增加的故障 毕竟漂洋过海过来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了 路上遇到一点颠簸咱们也能理解吗 短接没有识别到路模式 证明这一个主控肯定是没有正常工作的 但是先别急着干主控 在干之前我们先来量一下 他周围电路有没有工作正常 先来看一下主控这一面 这里1.8V 主控面应该没问题 反过来再看一下 反面好像也正常啊 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 可能也会导致这个主控无法被识别到 好比如说他原本这个金正挂了 判断金正的好坏 非常的简单啊 先掏出我的高级试波器 咱们来量一下 这个金正是否可以产生这一个波形 这个金正 好像没有问题啊 那现在最大的嫌疑就落在这个主控的身上了 因为要干他的主控 而且后面还是这种长期未通电的QLC颗粒 风险可能会比较高 所以我按照处理流程 再一次征求了一下这块硬盘家属的意见 问他要不要试一试 对方说没有问题 毕竟里面的资料非常的重要 而且他还打算先给我500元人工费 但是被我拒绝了 有一句话叫做 无功不受禄 我这里是不收红包的 所以希望以后大家找我修盘的时候 也不要硬塞给我 回到正题 美国技师那边 应该也是短阶了几次检查以后 发现无法正常进入这个路模式 然后就放弃了 所以我打算 先从我的料板上面 挖一个包好的主控 给它替换上去试一试 美国技师那边不敢干主控 但是我敢啊 先把它原来这一个给拆了 然后再换上我的 主控换完 先看一下这个电流是怎样的 电流好像卡在0.25了 没有上到0.3 这个估计固件可能有问题 咱们上机看一下吧 现在这一块硬盘的主控 是已经可以识别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颗粒ID 颗粒ID一共有8个 也没啥问题 我猜这一块盘的原始故障 极有可能只是它的主控损坏了 然后又因为放了一年左右 从而进一步导致 这个固件挂了 刚才我用设备给它重建了一下 这些损坏的固件 现在硬盘是已经可以轻松滤掉了 当然我也可以光明正大的 收这名网友的Dollar了 因为这一个盘放的时间比较长了 导致芯片个别地方可能出现了漏电 有部分数据可能会读取失败 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总比美国技师那边 什么都读不出来要强一点嘛 有什么都读不出来要强一点呢?